王子军见他 当着母亲的面 如此发泄 心里很不识滋味 他拉着沙运海的胳膊说道 有什么话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说 别这么不尊重我的妈妈 好不好 他对你还是可以的 你怎么忍心去伤害他呢 沙运海不服气地说道 对我还可以 他从来就没有把我 当成女婿看的 怎么会呢 妈妈已经立主 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交给我们 注意 是交给我们两个呀 你怎么能说 他不把你当女婿呢 你说这种话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沙运海仍然不服气 继续说道 不就是那点家产吗 但别以为 我该一辈子地感恩图报了 和于飞所得到的比起来 这又算得了什么呀 王子军听后质问道 你怎么总是针对于飞呢 他究竟得了什么 让你心里这么不平衡 话说到这儿 沙运海索性把心里的憋屈 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 哼 他不仅得到了副县长之位 还得到了你的处女之身 他得到的还少吗 我和他比起来 简直是要羞残自杀了 你 王子军气得是浑身发抖 说不出话了 看来两人表面上的和谐 也难以维系了 过去沙运海尽管秦存不满 但多少还是有些 顾忌王小慧之危的 所以每一次吵过之后 还会假意哄一哄王子军 但现在王小慧 如同木乃伊一般地躺在那里 沙运海又岂会 真的把他当回事 因此这一次成了口舌之快后 沙运海再无往日的回忆 王子军忍气吞声到了第二天 见他仍然借机指责母亲羞辱自己 便干脆恳请他回去 与其在一起欧气 不如独自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 沙运海原本就无心在此守候 见王子军执意让自己走 便顺顺推舟 走的时候 他还买乖地说了 我是很想在此今笑的 是你硬要我先回去的 王子军不想打话 只是默默地坐在那 安慈悲伤 有什么情况 要立即打电话给我 我会马上赶过来的 走出病房 沙运海还大声地补充了这么一句 医护人员乍一听 以为他有什么急事要离开 心里却万分清挂着病床上的亲人 这其中的心酸只有王子军知道 他多么想弥合于沙运海的裂痕 多么想和他好好地过日子 而且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母亲 在王小慧自感不久与人士之际 将名下财产交给他们两个 以其感化他的心 可是沙运海并不领情 他想得到的远不止这些 他的欲望太大 他深陷于欲望之海 不能自拔 难道一个人当上了公务员之后 只能往上爬吗 提拔生殖与他们而言 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吗 王子军难以理解 他甚至有些不能理解母亲 为什么就不能在仕途上 帮杀云海一把 是母亲真的有难处 还是母亲看清楚了 他极其恶劣的本性 不想帮他爬上更高的职位 而祸害百姓 不过这些王子军 都可以不去想 他只希望奇迹 能够降临在母亲的身上 日复一日 他守候在床前 鱼客也不想离开 生怕一离开 会错失看到奇迹的那刹那 会耽误了对母亲的及时施久 可惜的是 母亲始终处在深度昏迷当中 而且经医生检测 他的心跳比前一阵更弱 这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 听取各种汇报 参加各类会议 接待不同的来客 于飞一回到梁牧县 即被诸多事物所包围 但是洛西金矿的善后 就占用他大量的时间 索性在省委省政府的协调指导下 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帮助下 终于有一家国内知名企业 有意参股洛西金矿 这家企业就是颇具实力的 华中有色金属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由于在数据上作假 维斯矿业公司的信誉一落千丈 名声扫地 令其难以再融资 出售股权是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因此 华中有色金属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得以以较低的代价 成功地控股洛西金矿 当然 一主的洛西金矿 不一定就能迅速地摆脱困境 给梁牧县带来巨大的财富 因为作为负责任的国内知名企业 强化环境保护 化解矿地矛盾的 更是该企业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不管怎么样 能让洛西金矿真正回归国内 还是让于非感到高兴 现在真正让于非感到揪心的 还是王小慧 他已经深度昏迷了近一个月了 连医学专家都十分费解 像他这种病 呼吸机麻痹而引起的呼吸功能不全 乃至呼吸衰竭 那是必死无疑的 可为何他昏迷长达了一个月之久 竟然还有微弱的心跳呢 于非更是无法破解这医学之谜 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地抽时间 找机会去医院看望他 尽管被看者毫无知觉不能体会 于非接连两次 没有在医院里看到沙运海 终于忍不住问王子军 嗯 子军 怎么没有看见你老公吗 他有事忙去了吗 王子军表情伤感 沉默不已 于非料定他们之间 肯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于非一再的关切询问下 王子军总算是开口 道出了隐藏在心中的苦涩 说沙运海掉进了御海渡谈不能自拔 即使他一再忍让 也难以换来夫妻的和睦 于非听后感慨完结 沙运海和自己都是通过考试成为国家公务员的 但一个门槛夸过来的人 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自己当时只想谋一份稳定的工作 却意外地担任了副县长多年 沙运海处心积虑地要提拔升迁 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真是世事无常 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公务员们 抱着不同的目的 走过不同的道路 他们收获的是什么 体悟到的又是什么呢 于非已经体悟到 自己能走到今天 有偶然性 甚至有戏剧性 但更有其必然性 如果自己这么多年来 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上 没有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付出在行动上 组织会信任吗 人民能拥戴吗 由此也可以看出 黄小慧对自己的帮助 虽有感性的一面 但更有理性的一面 因为即使如沙运海这样的半子之亲 当他察觉到其虚伪本质后 也是断不肯出手的 想到这些 于非对黄小慧的敬意更深了一层 可惜的是 他命轩一现无法听到自己的说话 可恨的是 他唯一的女儿婚姻生活如此不幸 自己却无法施予援手 于非苦笑了一下 常常叹了一口气 由于很多事情等着他回去处理 于非再次向黄小慧母女道别 作为一个公务员 他肩上的责任 总还是大过对他们母女的情况 他想 履行好自己的岗位之责 无疑是对病床上的黄小慧最好的安慰了 这一天县委左支部召集全县 近年来新录用的二十名公务员开会 同时请分管人事的副县长于非参加 坐在会场上 于非心里很不平静 他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刚进机关部酒 有激动 有无奈 有怀疑 有期待 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于非在县委组织部长讲话时 沉思良久 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 也很重要 我首先代表县人民政府 对大家表示亲切的问候 轮到于非讲话时 他做了这个简短的开场白 随后话锋一转 本来呢 秘书帮我准备了一个讲稿 但是我不想朝着上面念了 我今天想和大家 做一个朋友式的谈话 因为我也是一个 还算是年轻的公务员嘛 只不过工作时间 比你们长了一些而已 于非的话 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只听于非说 作为一个通过考试 进入机关工作的公务员 他和大家一样 对所谓的公务员热 有着切身的体会 尤其是近些年来 这一热潮愈演愈烈 引发了他诸多的思考 他说 这种热潮的形式 并逐年加温 无外乎受到 这几种原因的使然 一是官本位思想 仍然影响着许多人 学而优则事 升官发财等观念 深入人们的骨髓 二是就业难 迫使人们求稳 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系 全球经济环境也是有波动 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大学生找工作难 甚至有些硕士博士都失业 而公务员工作稳定 收入也不低 三是有些人喜欢跟风 不管自己的职业爱好 和个人能力倾向 见别人报了 自己也去报了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 谁是属于哪一类 反正我坦白 当初我是属于第二类的 于飞的话给了大家很大的认同感 而且她的坦白出人意料 大家不由得灰心一笑 不过 于飞表情开始变得严肃 无论是因为个人的私心 社会带来的无奈 还是来自于家庭等方面的影响 都不太可取 一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职业爱好 专业特长 选择适当的岗位 这才与己与国真正的友谊 你们当中有几个是属于这种情形呢 见这些年轻的公务员 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于飞笑 当然了 我也不是让大家以后别做公务员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正确理解公务员这个职业 选择之前要理解 既然现在都当上了 更要理解认识到这一职业的本质 这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会议室里静静的 连组织部长都睁大了眼睛 望着于飞出身 只见于飞认真地给大家比划着英文字幕 说英文中公务员的写法是 Civil Servant Civil指的是公民的 人民的 Servant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 人民公仆 人民的情务员 于飞强调 这些看似简单的字面理解 这些看似能让人发笑的通俗口号 却蕴藏着深厚的人生哲理 公务员其实就是服务员 是给人民大众服务的 谋福祉的 认识到这一点 并奉行不移 必受人民的爱拜 如果谁不能真正地理解 这三个字的含义 玩弄心机 杨凤因为 乃至以权谋私 必被人民所察觉 也必被时代所抛弃 类似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不少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这就是我 一个公务员花了十年的时间 对公务员三个字的深刻理解 于飞最后说完 向大家再次地投起了深情的一片 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 让他想起了过去 想起了自己那放逐官场的青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